大家好,我是抄子 说起茶叶蛋,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那么您知道茶叶蛋怎么做才好吃吗? 今天抄子给大家分享一个祖传做法 做法虽然很简单,但是很好吃 不用放老抽,也能做出颜色漂亮的卤蛋茶叶蛋 现在鸡蛋又涨价了,我们这里五块钱一斤 首先先把买回来的鸡蛋清洗干净 可以用软的海绵体来擦洗鸡蛋 海绵布能擦到鸡蛋的每一个部位 刷干净以后再用清水清洗两遍,彻底洗净 一般正经的鸡蛋都是一头尖一头圆 我们把圆的这一头轻轻的磕破 大家可以放心,磕破以后蛋液不会流出来 因为圆的这一头里面是空的,是气势 磕破磕晕的鸡蛋煮的时候百分之百不会破 而且做出来的花纹更漂亮,更容易入味 鸡蛋处理好以后,接下来熬一个糖色 锅中加入一小勺清水,少许冰糖 先开大火把糖熬至融化 用糖色代替老抽,做出来颜色和味道会更好 糖也熬变色以后,改开小火 撑扫红色冒大泡时,顺着锅边加入清水 顺着锅边加水,熬糖色不容易炸锅 熬好的糖色有淡淡的焦糖味 可以中和茶叶的苦味 如果您实在嫌麻烦,可以用老抽来代替糖色 水的量一定要没过鸡蛋 放入处理好的鸡蛋 先开大火烧开锅 放入两小袋,五香料包 这里面就是一些香叶,桂皮,八角,花椒,小混香 放入盐,盐稍微多放一点,底味要足 放入一小包茶叶,红茶,绿茶都可以 大火烧开锅以后,转开小火煮五分钟左右 如果这个时候直接开大火的话,鸡蛋很容易煮破 所以前期开小火 五分钟以后鸡蛋定型,再开中火 开中火再煮二十分钟左右 二十分钟以后鸡蛋就彻底煮好了 这个时候鸡蛋已经全部定型 所以不要再有所顾虑 直接用勺子把蛋壳敲碎,敲晕 这样煮的鸡蛋更入味,花纹更漂亮 如果想吃卤蛋,可以把鸡蛋壳剥掉,在汤中浸泡 煮好的茶叶蛋,最好在汤中浸泡五六个小时左右,更入味 泡好以后,晾凉捞出 可以放到保鲜袋,冰箱冷藏储存,随吃随取 这两个颜色发生的鸡蛋,就是我剥完壳发进去泡的 用这种方法煮的茶叶蛋真的非常好吃 抄子用心教大家做菜,只希望大家给抄子点个赞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点赞,再忙再累,记得按下吃饭 下期视频见,拜拜